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灰姑娘、美女与野兽、花木兰等动画陆续翻拍真人版后 迪士尼于近日放出了真人版狮子王的首支预告片 一经播出,该预告就刷新了迪士尼史上的首日观看量记录 全球24小时播放量高达近2.25一次,成为全球影史上播放量排名第二的预告片 仅次于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可以说,狮子王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狮子王新疤从小可爱成长为丛林之王,经典的依慕慕仍在眼帘 游记的小编痴迷狮子王的时候还是小学生 现在转眼已经成人 不得不说,大众对于这部影片的期待是无比高的 尤其新岛预告片中大量对于原版动画的致敬镜头 更是将这种回忆杀人向高潮 1994年,迪士尼发行狮子王 并于当年创下了票房记录 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当时的技术还具有一定局限性 因此电影画面还都是由2D画面减切而成 而随着3D、VR和AR等新星技术的出现 现如今的电影制作更加精良 画面也更为逼真生动 真人扮演狮子王 光看宣传名字的话 很多人可能认为新版狮子王是由真人扮演的 而事实上,影片中并没有一个角色是由真人扮演的 所谓的真人版 是相对于早先的2D版狮子王 新版本中的画面将利用CG技术 VR技术、面部捕捉以及动作捕捉技术等打造而成 为观众带来逼真的视觉特效 预告片中 星巴依偎在母亲的怀宝中时 毛茸茸又茫茫搭的样子不禁让人大呼可爱 十分生动 同时 画面中更为广阔逼真的画面 更是让观众有了更多代入感 大咖云集 奇幻森林幕后团队监制 值得一提的是 新版狮子王将由指导奇幻森林的导演John Favreau 及其幕后团队为电影制作特效 奇幻森林更是获得了2017年第89届奥斯卡最佳式校奖 据悉 其幕后VFX团队 NPC 在为这部影片制作特效时 曾亲自去印度和非洲研究丛林特征 因而打造出了一个逼真的森林世界 不同的是 奇幻森林中被狼群养大的人类小男孩毛克力是由真人出演的 而狮子王则完全凭借CG特效及其他技术 自此 Favreau指导狮子王 有望打破他职业生涯新的电影记录 早在2016年12月 Favreau就曾向外界表示 现在我们正在探索开发VR技术和游戏引擎 并计划将其应用在电影中 奇幻森林中我们已经采用了部分新技术 而狮子王中应用的新技术将会更多 除此之外 新版狮子王请到了众多大咖来为电影配音 格莱美获奖歌手兼说唱歌手唐纳德格洛夫 Donald Glover将为新巴配音黑人女星阿尔法沃德 富吴德饰演新巴的妈妈斯拉比黑人老艺主家詹姆斯厄尔琼斯 James Earl Jones担当老师子王米尔法斯 曾出演《魏奴十二年》。 齐义博士的切瓦特·埃加福特 将扮演星巴的坏叔叔刀疤。 令人兴奋的是,碧王斯将扮演星巴的青梅竹马拿了。 另外,他还将参与电影的音乐制作。 目前,他正与埃尔顿·约翰合作为新版《狮子王》创作一首原创歌曲。 VR技术加持 精准捕捉演员动作,负责电影虚拟制作的Jerish Balakrishnan表示, 该片采用一种独特的VR电影拍摄方式, 其将动作捕捉和VR AR等技术进行无妨融合。 Jerish此前参与了头号玩家《奇幻森林》、《美猴王》等影片的制作, 目前在Netflix任职虚拟制作技术高级经理。 实际上,VR技术应用在电影中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团队尝试将VR技术用于拍电影,比如在CG环境中直接通过VR来运镜,而不是去预览或观看影片,这是传统拍摄技术所达不到的。 Legato在今年4月NAB Show的主题演讲中说道,我们将大量使用VR制作工具,给观众一种好像置身于画面之中的感觉。 通过佩戴VR头显,观众可以像摄影师一样进入电影中的真实场景。 而演员们可以在这些虚拟场景中走动,对镜头走位有个大致了解。 他们可以彼此看见,因为整个环境都以3D形式呈现,所以走在里面就跟身处现实世界一样。 虚拟制作工具主要涉及捕捉动作,通常需要同步摄像机或VR摄像机追踪画面以及演员动作。 整个想法是简单的复制演员用真人动作相机做的那些事情。 不过不同的是,我们不能运用这些相机,因为我们正在只做一个合成的世界或 的那些事情。 感谢观看